Hello 我是凱莉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开箱哦 因为下个礼拜一呢 2月底 是我跟我爸结婚周年 然后我们今年刚好要迈入第11年哦 然后因为 前几天我爸这突然跟我讲说 他非常想要去逛街这样子 昨天早上 他就突然跟我说 我今天公司都没事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逛街 因为他约了我我就想说好吧 反正我也很久没有跟我爸去逛街 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就一起出门吧这样子 结果呢就殊不知我到那个地方 还发现说啊其实他好像是要买 我们的结婚周年的礼物 那我就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还有我的Facebook上面呢 问大家说想不想看我开箱 我们这一次结婚周年买了什么东西哦 好像最近莫名其妙就开箱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家呢 其实从1月2月3月 每一年都是我们家最长最长 需要买东西的时间 因为1月我生日 2月我们结婚周年 3月是小抱的生日哦 然后中间又碰上了情人节啊 然后又碰上了那个圣诞节跟过年 所以我们家这个时间通常都会买很多很多的东西哦 今天呢是刚好要开上我们第11年的结婚周年 那去年的结婚周年的时候呢 呃其实我爸没有送我什么哦 因为他在我生日的时候 已经送了一个蛮大的礼物 还是前年我就有拍了一支影片 然后如果想看的人 我会放在这边上面的连结哦 那我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的结婚周年买什么 那我先说 其实我们也不是每年结婚周年 都会买很多很多很贵重的东西 那因为呢 这一次为什么会去买这个东西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这个东西呢 我已经试着想要买很久 可是呢 因为就是因为它很贵 所以我本来自己想买给自己 可是我就一直觉得说 啊它有点贵了 然后我就一直在犹豫不定这样 然后呢 后来曾经有一次我跟我爸去逛街的时候 就进去了这间店 然后询问了以后才知道说 啊我想要买这个东西 这么的难买 后来呢 我爸就想说 如果我们有缘分买得到的话 我们就决定要下定 就昨天是不是就让我们买到了这样 那我先来开箱 从小一点的开始开箱好了 我先来开箱这个 这个应该 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它叫Gentle Monster 是韩国的太阳眼镜的一间店 那Gentle Monster呢 我之前也买过他们家的太阳眼镜 那我不是那么常会买太阳眼镜的人 可是因为我每天都 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是 我现在住在郊区 需要每天都开车 然后我的太阳眼镜已经就是 我是一个就是常常把太阳眼镜丢在车子里面的人 所以呢那个太阳眼镜现在就已经被我刮伤得很严重这样 我常常都没有用就是保护的那个盒子这样 所以呢现在那个太阳眼镜已经就 已经就是磨损的差不多这样 就昨天出门的时候我就有跟我爸讲说 啊我们今年就不要买什么 就买个太阳眼镜给我就好了 所以呢就决定要买了这个太阳眼镜喔 那我来开箱一下 我知道在台湾应该是百货公司的店里面 应该都会有这个东西喔 但是台湾好像卖的比较贵 那它是属于中高价的太阳眼镜吗 比一般的名牌的太阳眼镜便宜非常多 但是它也不算是很便宜的太阳眼镜 可是因为它的型很好看呢 所以我决定拿来开箱给大家看喔 那我有听说他们今年的那个包装有更改喔 那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买太阳眼镜了 看在这喔 然后你拿出来之后呢 它就会是一个软软的皮带喔 那它这个之前以前是硬的喔 因为我以前买的时候它是硬的 那就可以开这个地方 看到它上面有Gentle Monster的标志喔 它是软软的所以你带出门很方便这样 然后它每一个边都会帮你封好喔 如果你是在网路上面买的话 它不会帮你就是试调节喔 如果你是现场去Gentle Monster店的话 它会帮你调整你带位置喔 就跟那个眼镜店一样的道理喔 然后拆来给大家看 那他们家的太阳眼镜比较有名就是Oversize 就是属于比较大比较夸张比较大的太阳眼镜喔 那我买的大概就是这样 当这个样子 我常常开车 然后其实我很喜欢咖啡色的太阳眼镜 或者是灰色的 可是因为Gentle Monster呢 它的太阳眼镜很多都是比较深色 开车的时候眼睛比较不会那么瘦 所以太阳很大的时候 那他们家的太阳眼镜呢 很好的是因为他们是韩国的设计师 所以它设计的太阳眼镜都会比较适合亚洲人的脸 像我的鼻子比较不高 或者是说我的脸颊比较没有那么蓬 像外国人的脸这么立体 它这个太阳眼镜就会比较适合亚洲的脸孔 所以你戴起来会觉得比较舒服哦 所以再戴一次给大家看 所以就是会长这个样子 它这个Siri叫做Roxy 如果你们想要去找这个型的太阳眼镜的话 今年刚出还是去年年底出的款式哦 然后因为我没有在追求太阳眼镜这样 那我是个人觉得他们家太阳眼镜就是做得很漂亮这样 价钱也很公道这样 我们就买了一个太阳眼镜 这是我今年结婚中年第一个礼物哦 这个礼物呢一定要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上周呢因为去了Outlet 然后我就拍了一支影片 关于去Outlet的影片 就是因为我爸买了一双鞋子 结果大家就在下面一直不停的称赞 他说那双鞋子真的太有眼光了 然后又说什么 这双鞋子真的买得很对 然后因为质感很好什么什么 然后呢因为大家就这么写 整个让我爸整个你知道开心到不行 所以我爸呢就看完了那个大家的留言之后 他就觉得他买了真对 钱花的真对 鼓励了他需要去买这个品牌的东西哦 那因为那一天那双鞋子是他第一次购买 那因为他那天去买的时候 我跟他的是分两路去 在Outlet的时候是分两路购买 如果没有看过那一支影片的话 我放在上面给大家看哦 那因为这两个 我们两个是分开去购买 所以我爸那天去购买的时候 我并没有跟他一起去 那他就买了一双鞋子 那这个牌子叫做Laura Piana哦 那他们家的是皮质的用品以及衣服 是非常有名的哦 那当然他们这几年他们家的鞋子呢 就是因为他的钱比较没有那么贵 就是比较像入门款这样子的东西 他们家的鞋子大概起跳都在200多万韩币 5万5万多块台币起跳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我的多少钱 因为我不是我结账 我不是很清楚 我爸呢 就因为大家都不停的称赞他以后呢 他就决定呢 他需要买一双鞋子送给我 就是我爸就现在就是很疯这个品牌哦 Laura Piana 然后他们的鞋子因为很好穿 很舒服 所以呢 如果你在韩国购买的话 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尺寸的哦 然后如果有尺寸 基本上颜色都很难看哦 那我很信任是刚好这双鞋子 我想要的颜色 他刚好就只剩一双哦 所以我就来开箱给大家看哦 他里面送的东西也是一样 有一个类似像说明书 然后鞋子的带子哦 然后他就是鞋子是长这样 就是长这样 然后我要讲一下 他这个鞋子的皮哦 就是看不太出来什么皮哦 它是鸡皮的哦 然后呢这个鞋子呢 男鞋跟女鞋呢 有一点不太一样 长相很像 但有一点不一样 放近一点给大家看哦 这个是女鞋哦 这个是女鞋哦 那你可以看到他正面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吊饰吧 有点像吊饰的东西哦 这个吊饰的东西 这个吊饰的东西 只有在女鞋会有 男鞋是不会有的哦 因为我 因为我爸本来以为男鞋也有 结果 那个SELS跟他讲说 男鞋是没有 只有女鞋才有哦 然后他这个鞋子呢 你买的时候必须要买稍微紧一点 那业务一直跟我讲 一定要买紧一点 因为这鞋子穿一穿会变松哦 然后他们的这个鞋子是 全部都是意大利的品质的 然后鞋底板是长这样 然后呢 因为这个鞋子呢 呃 他们的版型座比较小 所以我这双鞋子是买37版的 那是这一双是我第一双 入手的Laura Piano鞋子哦 那因为他们这双鞋子 好像是他们现在很火卖的鞋子哦 然后呢 这是我第二个得到的 结婚周年礼物 这个礼物VCL 很多人看到我在脸书 以及Instagram上面发的照片 就知道这个品牌哦 那VCA呢 其实 它也不是我第一次购买VCA的东西哦 我也曾经购买过他们家的东西哦 那如果之前有看过的话 在我的影片里面 我今天刚好穿高领哦 就是我有一条这样的项链哦 小小的 那叫什么啊 四个花瓣的 的银色的链子哦 那一般的好像女生都是 买有颜色的链子是居多的哦 那因为他们的 有颜色当时选的时候呢 其实我当时是想要选白色 或者是红色就是比较 比较大多数人会买的哦 可是我爸那时候跟我讲说 因为白色跟红色实在太多人选了 所以那时候买项链送我的时候呢 我爸就觉得说 他觉得我应该买一个就是不要是 就是大众都会有的颜色 所以我们当时就选了一个全部都是金色的 然后呢 因为买了这项链之后呢 就会常常会看到人家带这个项链的人 或是带他们相同类似的商品 然后后来我就看到他们家的手链 那因为他们家的手链呢 真的很贵很贵很贵 所以我一直自己本身买不下手哦 我就是每次看到都觉得啊好想买 但是就觉得这价钱实在太贵 我真的我自己真的没有办法买下手 然后我爸就知道 因为我常常每次经过他们的店 或者是橱窗我会瞄到那个手环 但是我自己买不了 就是你们要知道 他对我来讲我是真的觉得他很贵哦 对啊我个人很喜欢饰品 可是再怎么样就是也是不少钱这样子 有一次我爸就说他想要买给我 然后他就打电话去VCA的店 那VCA这几年呢 因为韩国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呢韩国就会有出现一种 暴富型的消费哦 所以呢韩国在名品的部分 很多东西都买不到货 基本上很多东西都缺货 所以疫情之后 我爸呢这两年中曾经有打电话 然后去询问他货这间店有没有这个货 到处问他整个韩国都是没有货的 然后昨天我们刚好就刚好很幸运的去了这间店 他们就刚刚也好有货 所以呢我爸就决定了要买下这个东西哦 其实本来不是要买的 但是因为呢这个东西呢真的很难买 所以呢我们才决定要买哦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买的VCA是什么东西 他包装在这哦大概就是这样 那他会给一个这样就是 呃业务的电话 然后以及收据在里面哦 然后他还会给一本是这个哦 那他那个时候小姐有跟我讲说 这个东西千万不要丢哦 因为他里面会有一个证书哦 他有说明书以及证书哦 那他的证书在这 他的证书在这哦 在这个里面 在里面的 我没有拔出来在这里面 你如果有这个证书的话 你拿据维修 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 你都能拿出维修 然后这个证书是没有办法不发的 所以你弄丢就弄丢 也没有办法证明你这个东西是真的 所以呢 这东西是一定要留着的哦 非常的重要这样 那这个就是我现在要来开箱的东西 他就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绿色的盒子嘛 如果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话 他们家的东西 他们都是以视频为主哦 四个花瓣的东西最有名哦 我买的东西就是这个 我买的就是五个花瓣的手链哦 跟我的项链是同一组的哦 然后呢 打开来给大家看 他就是长这个样子哦 他现在有三个花瓣 但是他后面还有两个 我现在没有人帮我带 知道怎么带 他通常戴上去就是会长这样 他戴上去就会长这样 他戴上去就会长这样子哦 那他现在因为是全新的 所以可以看到他非常的亮 那他这个花瓣哦 他有名的是因为他是有光泽感的 他的这个金用的是一个特殊的 材质的金哦 所以非常有光束感这样子 所以你从远远看会觉得他非常亮 很像是钻石或什么这样子 那这是他们的一个特殊的技巧把它做成的哦 所以呢 这一款的 这一款的手链就是 是这一次送给我的 那个结婚的礼物 那我们今天的 结婚周年礼物开箱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然后如果我们有更多新的开箱 我会来分享给大家 然后你喜欢我们 记得要订阅我们 然后帮我按赞哦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